前文再續的書頁上一回,話說劉文正帶上夫人馬士,舅仔馬伯娘,帶領三千人馬,以押運軍糧為藉口,和喬公山一起去戒丘院。 這一日,來到劉武州的軍營,入隊中軍保障拜見主公,他說:「神聽聞主公被阻,故此帶領三千人馬和梁草一批,趕來保駕,共破唐兵。」 劉外兄,你來得對,有你在我左右幫助擊敗唐兵,指日可待,就是,派酒。 於是大排現席,一直喝到晚上才熱散。 當晚現在,劉文正帶著保劍入到劉武州的尋將,首位的軍事見到劉文正,乃是主公寵信的大臣,當然不敢攔阻。 進去,劉武州還未睡,坐在床前看兵書。 他擔高頭一望,見到劉文正問,劉外兄深夜進來,有什麼重要的軍情? 我特意進來,娶你的首級。劉武州大氣的驚,正想要衛士來,都未曾開得口,劉文正保劍一揮,快如閃電,劉武州已經人頭落地。 這個時候,劉文正帶來的親兵,已經圍著劉武州的尋將,殺死了首位的軍事。劉文正一手拿著保劍,一手拿著劉武州的手盒,出來將外,召集所有的兵將來,他說,願意投奔唐國的就一起去,不願的就自己走了。 當時大海有一半人,自己各散東西,另外那半人就願意跟隨劉文正歸航唐國。 第二日,劉文正帶著人馬去到唐軍營寨投降,秦叔寶、程鴉地迎接他進去中軍將,見到劉武州首級,哇,歡喜得不得了。 立即將兵馬合在一起,就拔仔起行,來到李世民的大營,拜見秦皇李世民,就各獻功勞。 劉文正獻上劉武州的首級,李世民很高興,就吩咐向大家記功,同時有大排現值的慶賀勝利。 過了一天,李世民派劉文正去長安,朝見高祖李渊,又派齊公山帶著真正的劉武州首級,再入屆休城去招行屈池宮。 喬公山捧住,趙公山捧着劉武州首級的木桶,叫開了城門,來到穗府見屈池宮。 進到大堂,屈池宮說:"老橋,你今天又來見我,有什麼事?" 将军 老夫不敢失信 已经拿到真正的刘武周 计官首级来了 讲完 将木桶放在公案上面 屈慈公掀开桶盖 将首级仔细看过 确确实实是主公刘武周的首级 不敢放声痛哭 哎呀 主公啊 这次是神害了你了 老乔 你只老狗 为什么要杀我主公 屈慈公无名火起拔出妖刀 不理三七二一 将乔公山斩为两血 吩咐大小三军 一起大巧 自己换了白盔白甲 点兵出城 去到唐军大营挑战 要同主公报仇 李世文一听到报告 就亲自出马 由三十六元上将陪统 好像众声捧统 就来到阵前 李世文 我看见屈慈公 屈慈公 就大声地说 屈慈黄兄 你所立的誓言已经实现了 今天可以归信我了 屈慈公本来想发作了 只一眼望过去 看到秦宿保等等一帮英雄都在李世文身边 他突然想到一条路 他说 唐仔 我的主公已经死了 本来我应该归信你了 不过 你要答应我三件事才行 李世文说 王庆愿意归航 莫说三件事了 就算是三十件 我都答应你 说 听住 第一件 要你 同程咬 在我的 降边 底下 捐过去 第二件 要将我主公的首席 和尸体盒 翻在一起 安葬入土 第三件 要你披麻大孝 还要情咬地拿着哭桑棒 就是这三件 答应 不答应 唐军这边 仲爱英雄听了 都很不高兴 尤其是情咬地 这些这样的 实体益又有我份的 李世文 看一看徐茂公 意思就是说 应不答应得过 徐茂公说 小意思 不要紧的 这三件事都答应他 担保屈池公 他很快就要来 归顺主公 于是李世文 又对屈池公 王庆 你说的三件事 小王都答应你 那你就来捐 他跟陈咬地说 陈黄卿 你陪我一起去 我 当然是你 屈池王庆先头 点名要你陪我 哦 俊明 陈咬地说 很害怕 知不去 不行 为了硬着投鼻 答应 在钢边底下 过 那个黑探头 松了松手 我知降兵折下来 拨在头壳上不是讲玩的 不过程咬今转变一想 如果黑炭头打了我 主公就确实不会再捐的了 黑炭头如果不打我 那就显示我是不怕死的好汉了 行 喂 吳慈公我程咬今来了 一拍马就对着降边底下走过去 吳慈公正说想举边打下去 他忽然一刻想起 别事 如果我打到这个狗头 堂底就一定不肯来的了 算了 放个程咬今先 程咬今弯低腰 走近吳慈公身边 他突然间一停腰 双手托着吳慈公的手掌 高声大叫 主公你快点过来 李世文踏马上前 飞那么快就在边底冲了过去 程咬今放开手 离开吳慈公 跟着李世文就跑回头 屋慈公 打不到李世文 叹了口气 也打马回城 李世文这样就算做了屋慈公要做的第一件事 回到军营之后 立刻就做第二第三件 首先 将刘武周的首级 用线和尸体联回在一起 就在营门外面搭起灵堂 李世文 披麻大孝 程咬今拿着哭桑棒 将刘武周的首级 施械 用一副珠沙棺材 念好 灵堂之相 供奉神主牌 写着定阳王刘武周之灵位 灵前 贡献全珠全阳 李世文用主持哀礼 程咬今做代表 跪在地下叩头 用为文武官员一起跪拜祭殿 这些情形 屋慈公在城头上看得清清楚楚 见到秦皇李世文真是这么诚心 而自己的主公确实死了 不如就趁这个机会投降就算了 于是命令大开城门 插起一面行企 单人匹马就不带兵器 一直来到唐军营寨前面 落了马 跪低 他说 屋慈公 情愿归 李世文快步出刑 亲手扶起屋慈公 屋慈王兄 小王等了你很久了 然后 拖着他的手 一路走到中军宝将 和众委文官武将见面 吩咐摆酒接风 之后 李世文就下令大军入城 出绑安民 清查虎虎前两 同时 将刘武周安葬在戒丘城北别的山坡之上 原来戒丘院官张士贵也归顺了唐国 过了几日 李世文就班师回朝 回去长安 现在说回刘文正 他杀了刘武周 威顺唐国之后 李世文叫他先去长安 朝见高祖里渊 刘文正就去了 在路上行了五日 有一晚 在客厅过夜 睡到三更时分 忽然间听见 呼 一阵阴风吹过 燃出了个头大金窥 身穿皇婆满身流血的人 哇 是刘武周啊 只听见他大声高叫 刘文正奸查 还回顾家的生命来 你这个奸责 顾家向来没曾代博过你 为什么事你要害死顾家 我现在在阴师告准了 来找你赔命 哎呀 刘文正已经吓到半死了 自己也知道李佩洛 所以吐声跪低 猛地叩咐 大王要命啊 大王要命啊 神已经知罪了 乞求大王放过我了 第二天 见到堂皇 如果得到一般半亿 就一定用檀香木 凋成大王你的龙体 每日五更三点 就来朝见大王先 然后再去朝见堂皇 如果有半句说大话 就叫神死于刀剑之下了 那个阴魂没手没脚 好想上前来捉刘文正 幸好刘文正的阳气 还是很旺盛 阴魂不能够靠近他 所以捉他不了 刘武周的阴魂用手指着刘文正 骂他说 你这个奸财 免不了恶官满刑 我是任时等着你 突然间 呼 又是一阵阴风 阴魂就不见了 刘文正一下扎醒 哎呀好彩素 原来是南蛾一梦 不过已经吓到他整身冷汗了 好了 那又走了很多日 到了长安 朝见了李渊 呈上了征土刘武周得胜的表彰 李渊很高兴 就封他做兵部尚书 刘文正住落之后 他真的找人用檀香木 雕刻了一个刘武周像 每日五更三点首先朝拜了他 然后再上朝 这些就不说他了 话说秦皇李世民班师回朝 在路上跟徐茂公聊天 他说 金融大将 还有罗成和线红迅两个 不知道他两个肯不肯 投降了我呢 徐茂公说 主公想罗成投降过来就容易 只要那个善红迅 要他投降就难了 为什么呢 事关善红迅 他和主公有仇 当年 皇上在渣树江 射死了他的兄长善红中 他发过誓要报仇 死都不肯归顺唐国 洛阳 王世聪就招了善红迅做驸马 又封了罗成做一字兵兼王 他们两个都在洛阳 主公既然这么想他两个了 不如发兵去夺取洛阳 虽然善红迅得不到 但是至少罗成可以招他来的 如果攻破了洛阳 得了他的土地 那么这件事是好事来啊 军事说得对 一如是这样做吧 李世民马上下令 全军不回长安 转过来去攻打洛阳 你一日兵到洛阳 安好刑债 李世民说 变为王庆愿意出马去立个头功 说话得远 只见屈慈公行前一步说 神归航主公之后 来有赤全之公 等神出马夺取洛阳来献给主公 好极了 逐王庆马到攻城 屈慈公于是提枪上马 带领三千铁甲骑兵一直来到洛阳城下 他高声大叫 城上的军事听着 快去报告王世聪 叫他超选的有本事的将官来护议我 守城的军事连忙去报告 王世聪立刻召集所有的将官来商量对策 怎样击退敌军 善龙信一听就说 等神出马 试下他们的虚实 王世聪很欢喜他说 驸马肯去必定成功的 于是善龙信提索上马 打开城门一直来到战场中心 他望一望对面的敌将 只见他身高一丈腰大十围 面如祸底 日上苦眼两道浓眉 胡骚乱特 好似烟昏太帅 铁住金光 善龙信就说 你父专容也好看有限 慈龙信一想又是 自己和人家一旦旦旦了 有什么资格笑人家丑鬼 不好意思了 没说话好说 他在狼牙索照口照面打过去 屈慈龙用长矛隔着高声大叫 慢着 我屈慈龙的长矛 不挑无名之将 你快点报个名来 善龙信被屈慈龙用长矛一格 咦 好厉害 于是连名都不报 回马就走回入城 屈慈龙是一团高兴 本来以为今天可以大战一场 也显示神威 谁知没得打 勾身力甲一肚气 没定发泄 就唯有破口大慢慢都闹齐了 才收兵回应 到了第二天 屈慈龙又来挑战了 善龙信是请罗承来 他说 罗承贤帝 现在有个唐将来挑战 十分凶猛 希望延帝念在往日结拜的交情 出马去打退他 善二哥 什么敢说 自古又说食军之路 分军之休 现在兵临城下 当然要出马打退敌人 善龙信听罗承这样说 非常高兴 于是罗承提枪上马 出了城门直到阵前 只见屈慈龙耀武扬威 杀气腾腾 罗承说 你这个黑鬼就是屈慈龙啊 没错 你报个名来吧 我就是烟山罗元帅的公子 罗承 哈哈 原来你就是罗承 来得对 来得对 我特意来捉你回去请公的 党员 举起长矛刺过去 罗承不方不望 举枪一架 连宵带打回首又一枪 屈慈龙都未曾招架 第二枪又对着屈慈龙的胸口 刺过去 来得好啊 屈慈龙连望用长矛挡开 谁知道罗承一枪就快过一枪 连起三四枪 枪枪对着要害刺过来 打得屈慈龙手忙脚乱 眼都花大日 哪里顶得住啊 大叫一声 跪家伙 回马就走 善龙连在城头看见 立即徽武罗颜索 大兵杀出来 将屈慈龙那三千铁甲骑兵杀得人仰马翻 然后就打起德圣谷 收兵回城 屈慈龙打败了 气壳气喘真是隔夜风老都吹得着 回到中军保障 见到李世文就说 厉害啊 猛禁定头 程鲁甲骑典 不辞将军 你实际打赢了的呢 哎呀呀呀 程将军 不要笑我了 那个罗盛 我是打他不过的 明天 请程将军出马 一定赢他了 嘿嘿 嘿嘿 好话了 不是骗你 如果我路程出马 不但赢他 还要降伏他 要他来归顺 陈慈龙的心想 你这个程鲁甲 一尾会讲大话 好 等我明天出去略镇 看着你输到裙拉腹脱 然后赠你几句 问你 不是等你今天笑我这么可惡 到了第二天 赞龙顺又请罗承出阵 唐军这边 程鲁甲因为在李世民 和大家面前认过 没得推淌 唯有出阵应战 屈辞公品就说 如公 末将今天 愿意去为程将军略镇 程鲁甲说 你这样做就对了 你不跟着来看看 都见识不了我路程的厉害 李世民说 屈辞王兄肯去略镇 亦可以助威 程鲁甲 屈辞公领了命令就出刑 屈辞公以为今天 一定会看到程鲁甲出丑 他一直笑口微微在后面略镇 程鲁甲 早有打算 已经想定了 等会一定要如此如此 就妥了 说说程鲁甲打马来到阵前 对着罗诚 先不先打个颜色 跟着又用个嘴 嘴嘴嘴嘴 然后就大声地说 罗诚 你昨天为什么事 这么大胆欺负我的屈辞公 港元对着罗诚 慢地斩眉斩眼 那个屈辞公在后面 怎么知道程鲁甲在这儿出狡猾呢 罗诚人见到他猛弄鬼弄马 不知是什么意思 程鲁甲一看 看到罗诚仲是猛口猛面 知道他还没明白 就一劫匹马 走近罗诚 小小声地说 喂 罗诚兄弟 你今天帮我掌下威风呢 一趟这么多了 麻烦你了 我真的一世都感激你的 罗诚笑了笑会议了 会议就可以了 程鲁甲举起大虎 踢猪头 砍猪手 一下又一下地打过去 罗诚是扎家衣还手 如是者打了二十几个回合 罗诚虚放一枪 回马就走 程鲁甲虚巴吵闭 你别走啊 我懒你大命 知道我程鲁甲是厉害了吧 你没得走啦 快点投降啊 一边就高声大叫 一边就跟着美猛地追 追到城门口 看着罗诚进去 然后翻回头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前文在族的书接上一回 话说程鲁甲出马就杀败了罗诚 屈池公帮他略震 本来想看看程鲁甲如何出丑的 但他赢了 哎 屈池公怎么知道他们这么多东西呢 他们是好兄弟好朋友来的嘛 屈池公觉得好奇怪 看到程鲁甲今今天在阵上交锋 我威得这么教官的 为什么呢 就问程鲁甲 陈将军 前那阵在吴铜山看到你的本事 不过是平平常常的 为什么今天大不相同啊 程鲁甲说 哟哟 难道是假的 你如果不相信 不适合我 就跟你试一下 哦 我不过问一下 何必这样呢 我都猜你不敢的了 两个人一边 说一边 回去大营 看到李世文 将今天战胜的事 稳布了一番 李世文 当然高兴 徐茂公是心中了了 识穿程鲁甲的那种东西 不过又不拆穿他 徐茂公说 程将军今天确实有功 那明天你再去 一定要使得罗承归信 如果说不定他回来 军法从事 程鲁甲一听 哎呀 闭家伙了 出了一道难题给我了 我不过跟黑探头 讲笑的 谁不知军师弄架成真 哼 鬼要自己刑力 没有法子 唯有接受命令 那就不讲他字 现在讲一下罗承 他进了城 回到皇府 事关罗承是一致并肩皇 他的住宅当然是皇府 先后罗承 从程鲁甲告辞的时候 善鸿迅一直都在城楼上面 看实 见他们两个眉来眼去 他自知沉沉沉 不知说什么 跟着又打了一阵 又见罗承打败了 回来的心 很私义 连望走到城楼 骑马就跑去皇府找罗承 一见面 善龙信就说 言帝 如兄有句话 怕不是挺好听的 不过一定要跟你说 罗承说 善二哥 有句话儘管说 先后 我在城楼上面观战 见你和程咬金交头接耳 接着打了二十几个回合 你就输了回来 程咬金有什么本事 我怎么会不知道 他怎么打得赢你呢 我善某人 代你不错啊 你不要做些对不起我的事啊 你是不是想投降唐国 来灭我洛阳啊 哎 二哥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昨天我和屈慈公交锋 三枪杀了他大败逃跑 今天程咬金泥 小弟正想逐他回来的了 谁知道他一见到小弟 就整蛊作怪鬼头鬼脑 小弟一时猜不到他是什么容易 我认为他去了李世民那里觉得不妥 现在又想回来我们洛阳啊 所以就炸戒衣书一阵给他 就是这样了 句句都是真的 小弟怎么敢说骄二哥你啊 原来是这样的 不过我还是放心不落 你如果是真心的 明天再去出见的时候 事必要生禽情咬地回来 那你就显出你是真心为了洛阳了 是 善红讯交代员告辞走了 罗成好没人 他想 都无解的 无端端被他闷闷闷闷闷闷闷了那么久 我罗成一世人都没曾被人敢说过的 嘿 越想越劲气 捕了抛筛坐在椅树 长遮短碳 有个丫鬟在春途见到罗成这样的样子 不知什么事 联皇进去内堂 稳布给老夫人知道 老夫人就吩咐请罗成入礼 罗成听过说母亲叫他 就进去内堂 见到母亲走过礼 他问 母亲叫骞二入礼 有什么吩咐 没有 先头听春途说 说你好愁闷 就叫你入礼 问有什么事 母亲 家印近日秦皇李世民起兵 来攻打洛阳 秦叔保表哥和陈咬金等等一帮朋友 都在秦皇帐下做将军 今天骞二奉命出战 刚好遇着陈咬金 骞二想起当年在山东假楼店结拜的情形 一时之间觉得很难动手交战 那个情侯今天对着骞二斩眉斩眼 不知他是什么意思 所以就乍乱打书给他回来 谁知善龙逊就疑心我 因为暗沉了一阮 故知骞二的心觉得很矮 很不高兴 儿子 儿子 妈妈为了你表哥 连你父亲 我都拗他 今天没有说为了一个善虹信 就要跟你表哥为难 何况那边朋友 这么多 这些事 只得一个善虹信 计我说 儿子 你不如归来唐国 是听闻秦皇李世文 礼言下事 有人军的道量 归信唐国是对的 不过 不过什么 唉 不过对善虹信 有点过意不去 那又不难做 你将计就计 瞒着他先 日后如果遇见他 就避开不和他交战 那就固存到你和朋友周旋的情分了嘛 多谢母亲教导 到了第二 程咬甘又来到城下挑战 屈慈公就照样帮他略震 善虹信接到报告就去跟罗承说 罗承贤 你今天出马 将程咬甘读到回来 那就真是我善虹信的知心朋友 前期不要又试被他打败啊 如果你再次打败回来 那你罗家就失了威 就明星掃地的啦 连一个程咬甘都打不过 怎么会不被人恃笑啊 罗承听了一条气就惊得咬一声 唯有提枪上马 开了城门直到阵前 哈 程咬甘又见到罗承呢 又是衣牙松鼻 打眼色咳嘴唇 整鼓作怪了嘛 罗承又好恼又好笑 程咬甘又说了 好兄弟 昨天多得你诚情让我 今天呢 我是有个好话要跟你讲的 不过这里就不是讲说话的地方 你稍微让我三分 我跟你一路打到没人的地方 我慢慢跟你讲啊好不好 罗承咬下头 于是两个就夹夹夹夹地打起上来 打了七八个回合 程咬甘虚仿一虎 轮转马头向着北边落坊而走 罗承跟着后面追过去 不自公见到那心想 哼 程咬甘这个狗吵这一趟打得输了 罗承追着他他实在没命的 我逢命略阵 不能够就手旁观的 程咬甘又什么东瓜豆腐 主公知道了我 豈不是有罪 别了别了 跟着去帮一下他 屋次公于是还在后面追着他 说罗承跟着程咬甘跑啊跑 来到那一趟地方 离开洛阳二十几里 地名叫做对虎浴 就是对着老虎的山谷了 没人烟的 程咬甘说 然而我看这里没人来的了 在这里谈谈的 好啊 有什么话快点说吧 好兄弟 那些人打了一场交 有了过节 哎呀我真是放心不乐啊 那 好兄弟 现在你就是跟那个青面 獠牙的人混在一起 哎呀 我想你琴舞在九泉之下 我心都不安乐啊 放着他的为人做事 未必妥当 兄弟你又何必跟他做盘呢 罗承说 你这么说是对的 哎呀我昨天为了你啊 受了他整肚臭气 真是恶顶 既然是这样了 兄弟你为什么不投奔唐国呢 一来 可以安慰你琴舞在天之灵 二来 可以同你表哥福宝时刻亲近 同为一殿之神 多么好啊 那 你现在回去 立刻和令堂太夫人商量一下 看看留在洛阳好啊 还是投奔堂就好了 还需要商量 当然投奔堂就好了 不然这样啊 我母亲和妻子都在洛阳 等我上法子送了他们出城先 到其时我就归顺唐国 和你们一起保秦皇就是了 好了我回去了 哎呀慢着 我还有句话要跟你说 今天我和你在这处谈了这么久 我那边呢 还有个屈池公在那里略振 你那边呢 我想善雄讯那个人 必定在城楼上面看实的 他不见了我们两个这么久 他还会不疑心 是呀 那 我现在和你又是打过 一边打一边走回去 如果遇见屈池公呢 你就给他一些烂东西 享受一下 让他日后 不敢在我的朋友面前 这么放屎 说得有道理 兵兵帮帮 两个又是打假仗 这次是罗承拖枪败走 情咬地在后面追 两个走呀追呀 就遇到屈池公来了 屈池公哪知道他们这么多鬼买东西 看到罗承狼狈得这么凄凉 我心想 好了你 前日你懒这么聂 卖弄手段 今天还不轮到我报仇 屈池公挺茅难路 大喝一声 罗承 你前日那些威风 去了哪 现在你别走 捱我一枪 长矛一举 对着罗承刺过去 罗承一路走 一路在那里想 善红讯在城头观战 现在就快到洛阳城了 有什么办法解他的疑心呢 他正在招紧着 对了 屈池公自己送到来 先头又听了程咬金 善风点火的一番说话 见屈池公的长矛刺过来了 就举枪隔开 跟着回净一枪 来得好 屈池公连忙招架 结果想换招进攻 谁知罗承之枪 快如闪电 都不到屈池公换招 七七七七又连气三四枪 一枪快过一枪 这样刺过来 屈池公用长矛左拨右格 手忙脚乱 很难招架 希望程咬金来帮手 来一转头一看 程咬金人影都不见 我心急 手一慢 大腿就中了罗承一枪 哎呦哇 糟了 鲜血溅流 回马就走 黑探头我看你走到那边 追 罗承拍马紧紧地追上去 追到一座树林边 屈池公向着一棵大树后面 罗承 转一枪对着屈池公刺过去 眼看着就要刺中了 雪时迟那时快 在大树后面闪出一圆大仗 用金庄简 转一声将长枪夹开 叫一声 不要动手 罗承一看 原来是表兄秦宿宝 秦宿宝很快就跑回到树林 用手一揮 罗承回意 就飞马跑回到洛阳城 原来树林这里 来洛阳很近 就怕善龙讯望见 故此罗承 秦宿宝两表兄弟 也不说话就走 秦宿宝怎么会在这里的呢 又是徐茂公算定了 叫秦宿宝在这里埋伏定的 事关罗承武艺高强 脾气又大 反起恶力就没人骑得住他 就说得秦宿宝才能治得住他 好了 闲话休提 话说程咬 走先一步就回到大营 见李世文交令 他说 稳告千岁 今天大战罗承 被活动有一番说话 说到他项头项脑 答应明天一定来归顺千岁 李世文很高兴 重赏程咬 跟着秦宿宝 屈持公益 回来教令 这些就不说了 一说一下罗承 他回到洛阳城 善雄信 马上在城楼下来 跟罗承说 罗承贤 今天辛苦你了 先头 于兴在城头上观战 你虽然不能够 生禽程咬 那麦 我吻持公 就被你杀到大败而逃 躲进去树林 然帝你捉他是最对的 为什么又被他走了 二哥 树林里面有埋伏 故知小弟就回来了 原来是这样的 都是如兴多疑了 哈哈哈哈 那两个互相拱一拱手 走过礼 就各自回府 罗承回到去走入内堂 老夫人问他 你今天出马遇见谁啊 是遇见程咬金 于是将他们谈过的说话 原原本本说给老夫人知道 老夫人就说 儿子啊 你别看程咬金那个人神神沙沙沙 知道他说这些说话 真是有道理的 听他说没错 罗承好欢喜 留夜安排好 吩咬罗春将家军送出去城外 到日后 罗承去见善红讯 他说 善二哥 家母思念家乡 心情急切 小弟想将家母送回到燕山 然后再赶回来辅助洛阳 故此特意来说声给二哥知道 立刻就要起程了 哎呀呀 罗贤帝啊 罗贤帝 你好薄情啊 余兄一向未曾亏待过你 现在兵临城下 只是用人之制 你为什么忽然要回燕山啊 哦 我知道了 莫非你要投奔唐国 是吗 小弟真的要回到燕山 不是去投奔唐国 既然不是要投奔唐国 为什么事说走就走 要走得这么快呢 家母的意思 不敢不听啊 既然是这样 人是 买酒 我以为罗贤帝松幸 二哥 家母现在在城外等候 小弟不能够停留太久 二哥的盛情 小弟心领 小弟就喝一杯 罗城拿过酒来 岸高头一饮而尽 多谢二哥 小弟高齿 对着善龙讯作作一 善龙讯还了礼 贤帝 愚庆送你一程 那便送到城外 善龙讯不敢离城太远 出了城门的垃定马 罗城头都不会直不就走了 善龙讯打马入城 再跑到城头上来看 只见罗城走到那座树林旁边 忽然之间 秦叔宝和程教一般闪了出来 陪着罗城和家眷 一起向着唐军刑宅那边去 喂呀 善龙讯见到这样的情形 心兜到火烧 罗城 你个小贼总 犯骨仔 早知你今日亡因负义 我悔骨当初在三言馆内 也索将你打死 以免今日之患 哼 小贼总 犯骨仔 日后我再见到你 我同你誓不两压 善龙讯发完脾气 随空顿足一轮之后 带着整肚火回去驳马府 这些就不说了 话说罗城由秦福堡 程咬金陪着来到唐军大营 将家眷安排好之后 就去见秦皇李世文 李世文离开座位来到迎接 罗城跪下行个大礼 扣见秦皇 秦皇笑口微微 双手将他扶起 然后又跟徐茂公等等一班好朋友 一个一个走过礼 他们互相问候 然后秦皇李世文就在中军保障大牌延迹 跟罗城接风 李世文在上面当中的那一着 仲位好汉分开两边入席 喝到这么上下 屈池公有点酒意 他扶起双眼 斜斜地看着罗城 他想 罗城这个年轻 小小年纪 生得瘦猛猛 没有几斤肉 什么在马上打起来 这么厉害呢 哎 李世文不是一向在马上操练管 是这么操练 操练出来的吗 我估他的真本领都是有限的 好 等我扎下来去跟他敬酒 一手拿住他 撒他出来 等大家笑一场都挺有趣的 一如这样 于是屈池公就满满泡了杯酒 走到罗城面前 他说 罗公子 没将敬奉一杯 讲完双手将杯酒送过去 罗城说 多谢将军 罗城以心为心 一点都没有提防屈池公会整顾他 伸出双手接过杯酒 就在这一刹那 屈池公大手一伸 一下拿着罗城的腰带 喝一声 起身 向上一举 将罗城整个举在半空中 李世文和众位好汉 见到这样的情形 大惹一惊 不知什么事干 罗城说 黑佬 你要放我下来 一字公说 不放 现在我怕你什么 你真的不放 真的不放 我看你一阵上白面威风 现在让我玩你一下 你这么聪明 为什么不将前日的手段 拿出来威风呢 让我放自己下来 让大家看看 说话一说完 罗城双手一齐对着屈池公 一左一右两面耳朵一拍 这一招叫做中虎齐鸣 那是罗家的杀手来的 屈池公失惊无神捱了这一拍 当头一用 手一松 平liness 整个惯隱 罗城趁他松手的时候 把我伸手跳 跳了到地上 秦叔保他們幾個扶回屈辭宮,大家都嘻嘻大笑,屈辭宮醒醒,進去移開口,騎騎地笑,羅成只不然易笑,大家歡歡喜喜照舊喝酒傾談,喝到晚上才散席,從此之後屈辭宮就不敢看小羅成。 第一,那是端陽佳節,秦皇下令眾將官各自回營休息,還曬一千,明天開兵,放假當然是高興,各人就散了,秦皇李世民也出去玩,誰子一玩,大難臨頭了,逐之後事如何,且定下回分解。 前文在族的書節上一回,話說這一日乃是端陽佳節。 秦皇李世民就下令眾將官,今天各自回營休息,還曬一千,明天開兵。 放假的? 放假的當然是高興,各人就散了,有些幾個就陷在去喝酒,有些是逐棋等等,各式其式。 情咬地,秦叔寶和羅成他們又不喝酒,又不下棋。 做什麼呢?三個人一起出去遊山玩水。 好,人人都去了,剩下李世民和徐茂公在中軍保障。 坐坐下,無聊了。 李世民在想著他就說,軍師,不如你陪我出去在營寨附近,到處走走,看看外面的風景好不好。 遵旨,兩個人騎上馬,出了大型,順馬遊僵,一路走,一路看風光景物。 走走走,見到有二、三十個老百姓,很多都是拿著弓箭、羅網等等的器具, 興高彩烈,不知道去哪裡。 李世民立定馬問他們, 你們,你們這麼高興去哪裡?你們是做什麼的? 那些老百姓跪下稟告說,小人都是打獵的。 我們聽人說,魏孫武寧那裡,昨天有隻鳳鳥飛來了,蹲在一棵大白樹上, 故事我們的獵戶就去抓他們。 李世民又問,這裡離開魏孫武寧有多遠呢? 不是幾遠呢?十幾二十里呢? 你們帶我去看看,如果是真的,我有重想。 徐茂公在旁邊聽著,見到李世民真的想去就連望說, 主公,不要去,魏孫武寧隔離就是黃世聰建造的御果園, 那裡離開諾陽城很近,如果有復兵怎麼辦?太過危險了。 黃世聰連起輸了幾場仗,羅城都歸順我們唐家, 他心膽驅喪,還怎麼敢出來啊?不怕的。 徐茂公苦苦苦相勸,李世民總是不聽, 一定要跟著獵戶去看鳳鳥。 沒有法子,去就去吧。 獵戶帶著李世民來到一個地方, 只見山林遠照,左右飛來風,又有國奸泉, 幽琴怪獸,見人都不怕的。 古時皇帝遺留下的石室,魏武帝在營造靈墓, 真是聖地啊!李世民左顧右盼, 觀賞景致,讚不絕口。 突然之間,聽見獵戶大聲地喊, 看看看看,那隻不是鳳鳥咯。 李世民定眼一望,只見一隻大鳥, 後面還有幾十隻小鳥都蹲在一棵大白樹上面。 那隻大鳥呢,頸子很長的, 頭頂有些彩色的毛,好像花棺一樣, 全身的毛魚都是彩色的, 被日光照耀之下, 入入生輝就十分其異。 李世民就說, 啊,這隻乃是海外的野鸟, 認錯了它是凌鳳, 等我射它, 說完,彎弓搭戰, 彎弓搭向著野鸟射過去, 射了它的翼,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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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世民就拍馬去追, 徐茂弓就唯有亦跟上去, 那些獵狐看見這樣, 亦各自散了翻扯。 話說李世民就追著那隻帶著戰的野鸟追追著, 竟然就追到入王世聰的御果園。 這座花園面積很大, 是王世聰遊玩飲宴的地方, 家因近日和唐軍打仗, 故此也沒有人看守。 李世民和徐茂弓追到入來的時候, 閃得很閃, 那隻野鸟就不見了, 李世民也不在乎, 順便遊遊遊花園。 《玉果園》裡其花二草不計其數, 亭台水寨精巧雅致, 中間是起了一座假山, 八面玲珑真是巧奪天公。 李世民和徐茂弓上去假山上游下四圍觀看, 在假山頂, 四圍的景色一覽無遺。 李世民指著來這處沒有多遠的洛陽城, 他和徐茂弓說, 你看看, 諾陽城氣象萬千, 難怪幾百年來都是王者之都。 正當他們軍臣兩個在指點江山的時候, 善鴻信剛好在諾陽城上巡測, 他隔遠望見如果園的假山上面有兩個人在, 一個是新村道普, 一個是頭大金官, 新村大紅旺服, 騎一匹銀中馬, 想著這個實是秦王李世民, 對了, 報仇機會多了。 善鴻信立即拿著狼牙索, 騎上祖鴻馬, 開門出城, 又吩咐軍事快點去叫大將屎仁龍洩發來接應, 自己單人匹馬, 飛跑去到玉果園假山下面, 大喊一聲, 唐仔, 我來攬你的人頭啊! 這一聲啊, 又如萬里程空起了個霹靂, 李世民, 徐茂公也大喊一聲, 低頭一看, 啊, 原來是善鴻信, 徐茂公說, 糟了, 主公快點走了, 大難來了, 馬上下了假山, 善鴻信飛馬趕到, 他起狼牙索就打, 李世民連亡勒馬跑去假山後面躲避, 徐茂公不顧一切, 賊馬飛奔向前, 一手捧著善鴻信的箭圖, 大聲地喊, 善二哥, 善二哥, 麻煩你看在小弟的薄面, 放過我主公啦, 放過我主公啦, 善鴻信說, 麥公兄, 你說的什麼說話, 他老爸殺死了我的親大哥, 大仇未報, 日夜再念, 今日狹路相逢, 我正要殺了他為我兄長報仇雪恨, 你,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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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叫我放過他, 他難從命啊, 徐茂公死命, 拔住善鴻信的箭圖, 不讓他走, 善二哥, 善二哥, 麻煩你念在假柳店結義之情, 放過我主公啦, 徐茂公, 我今天如果不是念在舊情, 早就將你斬為兩拳, 好了, 我今天就和你割鴻, 斷了二, 講完, 拔出佩劍, 將徐茂公拔住那一副箭圖, 一聲割斷, 就中馬去追李世民, 糟了,糟了, 徐茂公知道沒得慢了, 怎樣呢, 就唯有飛馬跑出如果園, 慢著哪隻馬, 跑快點, 跑快點, 希望在最快的時間之內, 找到來救駕的將官, 跑快點, 跑快點, 忽然間, 見到前面的河邊, 有位將官, 徐大赤勒, 正是穿著一條牛頭短褲, 和一匹箭馬射了安鼻, 浸在水泥, 和一匹馬洗身, 人又洗,馬又洗, 洗得很高興, 這個誰呢, 是屈辭公屈辭靜德, 又夠了, 又夠了, 徐茂公大聲喊, 靜德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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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公有難, 快點去救駕吧, 屈辭公聽說主公有難, 大氣啊, 連亡走上岸, 事態緊急啊, 自己是鐵甲也不穿, 匹馬也無莊安, 只順手拿起頭盔, 隨便戴上頭殼, 拿起鐵鞭, 飛身上馬, 軍師, 主公在哪兒啊, 你跟著來啦, 兩個人快馬加鞭, 跑到如果完, 屈辭公大聲高叫, 不要傷害我主公, 衝上去救李世民, 當時, 善洪遜正在追緊李世民, 李世民也是利用作假山做掩護, 失能和善洪遜中醫恩, 躲得幾躲, 走得幾躲, 終歸還被善洪遜追到, 李世民連亡勒馬衝進一個小樹林裡躲避, 善洪遜一索刺過去, 啪的聲音, 插井那棵樹, 吃到濕濕, 等到善洪遜出力, 拔回他的索出來的時候, 李世民已經趁這一陣間, 非這樣逃跑出如果園了, 善洪遜中馬追著他, 很危急, 很危急, 就說在這個時候, 屈辭公大學的聲音, 就好像走了個雷一樣, 聲道人道, 放李世民走過, 攔住善洪遜, 善洪遜見屈辭公上身赤裸, 騎著一匹無鞍馬, 忽悄悄悄悄悄, 真是鋼人鐵馬, 冒著足折鋼邊衝過來, 嘻嘻的驚, 連亡舉起狼牙索刺過去, 屈辭公中的身輕輕的閃, 狼牙索在身邊刺空了, 屈辭公左手一下, 插緊狼牙索, 再用手臂劫緊, 右手打橫一邊就扮過去, 善洪遜如果不放開這索, 一定被鋼邊打中的, 已經避無可避, 善洪遜唯有扔開這狼牙索, 空手逃跑, 屈辭公一手側邊, 一手抓索, 大聲地看, 善洪遜你留下條命來, 中馬追過去, 一直追到一條山溪旁邊, 又這麼巧, 秦叔寶, 程咬金和羅成 一路由山換水來到這處, 見到溪水清澈, 猶如可嫂, 綠草如因, 景色美麗, 落了馬坐在草坯處聊天, 突然之間見到善洪遜被屈辭公追殺, 都吃了一驚, 三個人一起起來, 走前攔著屈辭公, 程咬金說, 喂喂喂, 黑炭頭, 這位青面將軍, 是我們的好朋友, 你不要傷害他, 又見到屈辭公拿著善洪遜的羅牙索, 他又說, 黑炭頭啊, 是羅牙索是善二哥的兵器來的, 你拿著來做什麼, 快點還給日子, 屈辭公賤程咬金這麼說, 給他就給他, 就把羅牙索向地上插, 誰知這一插, 就插了幾尺深, 程咬金說, 善二哥, 嘿嘿, 你拿一支索吧, 善洪遜, 歐爆爆氣固的, 想插起索, 誰知插一下不動, 插兩下不動, 用盡平生之力, 捕到面, 由面青捲面紅之索, 到動都不動, 程咬金說, 黑炭頭, 快點插出來, 還給善二哥, 讓人家好翻車嘛, 屈辭公說, 這麼沒用的, 難為你還做將官協, 上前一吻, 就吻出來, 向著善洪遜, 輕輕一拋, 拋回去, 善洪遜接回羅牙索, 滿面修殘, 不好意思出聲, 看都不敢看秦叔寶他們幾個, 就死死地氣走了, 秦叔寶問屈辭公, 因什麼事會追殺善洪遜, 屈辭公就把救駕的事告訴大家, 然後一起回應, 李世民先回到大本營, 一回去, 中將官紛紛紛來問候請安, 不在話下, 過了沒多久, 秦叔寶, 程咬金, 羅成, 和屈辭公一起回到, 來到中軍保障, 拜見李世民請安問候, 李世民說, 今天如果沒有屈辭王兄救駕, 小王幾乎性命不保, 屈辭王兄的大功, 就先站在功勞堡上面, 等將來得勝回朝的時候, 便就被父皇知道, 再行奉上, 接著就下令擺酒, 中將官出席作陪, 一起開懷暢飲, 在酒席之上, 李世民就口口聲聲, 一味大讚屈辭公, 屈辭公寬得瘋, 一直喝, 喝到大醉, 坐在膠椅上面, 坐都坐不穩, 左搖右搖, 李世民見他醉成這樣, 就吩咐程咬金扶他回去形象休息, 程咬金就上前扶他, 屈辭公一手搭著程咬金肩頭, 下面用腳一掃, 程咬金啪啪一聲, 整個慣低, 屈辭公嘻嘻嘻大笑, 程咬金爛起身, 喝一聲, 黑炭頭你想撞過來, 就想和屈辭公禮珍, 屈辭公攬起程咬金, 沒得動, 哈哈哈哈, 程老兄, 我和你玩一下, 哈哈哈哈, 我今晚, 我今晚不翻車了, 不如就在此, 和鞠躬馬鋪吧, 李世文說, 可以啊, 可以啊, 散席了, 李世文吩咐隨從扶屈辭公到自己的尋障, 幫他脫了衣服鞋襪, 扶他上床, 屈辭公爛醉如泥, 尾頭坐在床邊, 一隻腳抱上床, 那隻腳還在地上, 嘴巴還暗暗沉沉, 多謝, 多謝主公, 哈哈哈哈, 一躺躺, 那隻腳還沒上床, 就已經脚一脚扯起鼻寒了, 李世文看著這個赤膽忠心的勇將, 微微小, 自己也寬衣解帶上床, 就做醒屈辭公, 卻卻卻卻 yourself寖身, 輕輕地躺下, 不敢動小便綜勻, 這個屈辭公是個粗人, 何況又淹醉了少了一口, 睡著那 是個無神的大腳, 一竹都鎘在李世文的身上, 李世文看著他床累, 不想因为扭开他的脚而整醒他 所以就有得屈辞工 被大脚扎紧自己睡 所以 抵李世民帝是做皇帝的 一个皇子 主席 能够这样体贴外护自己的下属 你或者下属 有什么法子不舍死亡生 为他做事 好了 闲话休提 到了半夜 徐茂公起身走出帐篷外面 担高头看看天上的星象 这见紫眉星非常明亮 忽然有黑杀星逼近过去 哇 不得了 徐茂公大吃的惊 连忙叫醒众长官 快点起身出来救家 各位 所谓紫眉 乃是星座的名称 在北斗的东北 古代的星相家认为 紫眉是代表帝王的星座 所以徐茂公见了 有黑杀星逼近紫眉星 就断定这个是主公有难的少头 就大叫救家 当时中将官在睡梦之中 一下扎醒 快点拿起兵器 冲过来中军保障附近 大叫救家 李西文 纷纷下 也被那叫救家的 纳喊声吵醒 咦 叫救家 即是说自己有危险 不得了不得了 立刻拉着屈池公的脚 猛地摇 推醒屈池公 李西文说 屈池王兄 糟了 外面说有贼兵杀泥 你快点起身 咦 贼兵 屈池公一听见有敌兵 走气都没了 挖一下就滚起身 拿去竹节降边 去到不着就冲出寵将外面 只见灯笼火把照耀到光如白昼 但是仔细一看 都是自己人马 屈池公真是像八金刚 就摸不着头脑 这个时候 李西文也拿着保剑走出来问 贼兵在哪里 那帮将官你一言我一语都说 没见到贼兵 是听见军师说主公有难 故事赶来救价而已 李西文笑了 我没难我没难 大家回去睡吧 没事了 大家就散了各自回迎休息 第二天早上 李西文问徐茂公 昨晚究竟什么事 徐茂公 昨晚半夜 神观看天象 看到紫微星好光亮 忽然又黑杀星逼近 这个是主公有难的少头 所以急速传令 动将将官前来救价而已 但我确实没有什么不妥 主公你再想想 昨晚睡觉之后 有什么意外的事没有呢 意外的事 怕是这样了 于是李西文就将昨晚 屈池公喝醉了酒 睡到凉 不觉意将脚扎着自己 自己又不想动起屈池公 有得他就这样扎着睡的事 说给徐茂公听 徐茂公说 啊 这就不怪得了 这件事 说清楚 得咋笑就了了 现在我们再说回 善洪迅 当日他被屈池公打败 失晒威翻车 半老就预见来 接见他两元大将 死人和涉化 没事了 回去吧 一起翻入城 回到驸马虎 越想越悶 整天都拱抛 黄世聪知道了 就亲自来驸马虎探望他 见了面黄世聪说 驸马 你为了孤家劳心劳力 辛苦了你啊 主公 什么说这些说话呢 神授主公的大恩 就算是粉身碎骨 都难以报答的 正在说 军师铁官道人来到 走过来 又问候过善洪迅 黄世聪说 哎 现在唐军 冰临城下 十分凶猛 不知道军师 有什么妙计 可以退得唐军呢 铁官道人说 神野官天象 看见到江星正是明亮 所以唐军 还是会猖獗一时 我们也暂时不能够赢得他 但是这样 灰 灰 井 这四星呢 又非常光彩 主公如果请得四星来帮助守护洛阳 那就不忧打不赢唐军了 黄世聪说 军师所说的四星 指的是哪四位英雄呢 灰星 乃是曹州宋义王孟海公 北星呢 是上州白玉王高谭星 木星是明州下明王斗建德 井星呢 就是楚州南洋王朱灿了 如果能够请得这四路兵来 谁又打不赢呀 黄世聪听了很高兴 就这样就决定了 那就回去皇宫 写好四封邀请讯 准备好四份厚礼 派四个官员 立刻去曹州 上州 明州 楚州 请这四家大王起兵 一起来帮助洛阳 各位 欲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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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在族的书节上一回 话说这一日明州下明王斗建德 登殿 登殿 早朝 接见 洛阳王黄世聪派来送信的警官 官 王斗建德 金曼梁彩斷萬匹 恨求發兵救助解脫危難 就看完信十分氣憤 前幾年在紫金山 李元霸此強令約 我是他舅舅 亦要貴獻航書 這口氣我忍了很久 今日趁著堂仔李世文侵辦洛陽 我興兵問罪就對了 窦見得收落禮物 寫了一封信答應起兵相助 打發警官回去回復黃西聰 然後 翌日點起五萬紅兵 帶領大將蘇靖芳 梁安芳 蔡建芳和杜明芳 出發去洛陽 留下元帥劉克達首位國土 曹州宋義王孟海公 帶著三位妻子 即是馬賽妃 黑夫人和白夫人 起兵五萬 上州白玉王高譚勝 帶著飛拔禪師蓋世雄 起兵五萬 然後出發去幫助洛陽 這一日 窦見得的人馬首先到達 黃西聰和鐵官導人一起出城認節 黃西聰說 鄧王興 不願千里而來扶助我這個小國 此人此得真是天高地厚 鄧見得說 黃興不敢說呢 濟昆 金芳危乃是尋常的事 應該做的 彼此又寒暈問候一番 兩個一卡騎馬入城 窦見得帶來的五萬兵馬 就在城外住宅 善鴻信 也點了五萬兵馬出城宅刑 當日 黃西聰在皇宮舉行宴會 和窦見得接風洗塵 宴會結束之後 窦見得告辭出城 就回到自己大型血色 唐君那邊的探子探聽到消息了 連王稟告給李世民說 明州窦見得帶兵來幫助洛陽 現在在城外安刑啊 李世民和徐茂公說 難道我舅舅竟然帶兵來 要和我這個外山交戰嗎 徐茂公說 前幾年在紫金山 他被趙王打敗了 趙王要他和其他的反王一樣 遺憲航書 故此就結落了冤壽 這次他出兵來幫助洛陽 怕是想報仇而已 李世民說 這樣就怕未必吧 秦叔寶說 明天等活將出來探聽一下他的來意就知道 第一 秦叔寶出馬去到明州軍營前挑戰 秦叔寶接到報告 親自帶領四元上將一齊出營 來到戰場中心橫刀立馬 秦叔寶說 大王請啊 我秦秦聽說大王大是我主公的舅舅 為什麼反而幫助外人呢 窦見德說 秦秦 你不記得紫金山的事嗎 你回去 叫世民出來 顧家有說話跟他說 大王 一家人致親骨肉 致傷殘殺 那簡直是禽獸一樣 呀呀 大膽秦庆 竟然鬧烏家那麼可惡 四位將軍 還不快點出馬 跟我捉他 蘇定方 梁安方 蔡建方 和杜明方 一起中馬衝殺出去 秦叔寶魏高人膽大 一個打四個就毫無巨息 窦見德忍不住 拍馬揮刀就打了一份 暈戰了三十幾個回合 秦叔寶大喊一聲 就將杜明方刺於馬下 杜建德又怕又生氣 舉刀直劈秦叔寶 秦叔寶用槍隔開大刀 突然左手拔出金莊繭打過去 打正杜建德的肩膀 哎呀 杜建德回馬就走 秦晴正說要追殺過去 那邊蔡建方 沒有起兩個大鐵鎚擋住秦叔寶 秦叔寶一支提勞槍 左招右拨隔開鐵鎚 刺中蔡建方的煙喉 當堂死於馬下 蘇定方和梁安方保護著杜建德 飛馬跑回去刑宅 秦叔寶也不追了 收兵回應 善洪遜見到窦建德第一場仗就輸了 心更加痛恨唐軍 第一 帶領使人 洩化和附帶用三元大仗出刑挑戰 徐茂公問誰願意去迎戰 程偶說 讓我老程去吧 一來 我的本事和他是相當 二來我和他沒有兩句 我去最適合了 徐茂公同意了 程鎚金就提府上馬來到鎮前 他叫一聲 善二哥 你排幾好嘛 善洪遜見是程鎚金的就應他說 托賴平安 善二哥 我和你是好朋友 今天就和你殺一場好不好 你都夠老實 那我讓你動手先 那有什麼好意思呀 那小弟就不客氣了 程鎚金突然動手 一虎就劈死了屎人 扶大仲氣到鼓鼓聲 舉起長槍刺程鎚金 誰知程鎚金力大虎頭重 一虎過去連槍帶人來劈來兩缺 然後又將蝕化斬死了 善洪遜見到這樣 長嘆一聲就收兵回應不打 黃世聰見到三個將軍被殺 心就煩悶到極 正在這個時候 接到報告說 曹州宋義王 孟海公大兵來到 黃世聰是轉憂為喜 立刻和鄧建德 善洪遜一起出去迎接 拖著手回到中軍帳 互相再次見過禮 坐下 黃世聰說 有怒皇兄大嫁 悶恥不忘 孟海公說 哎呀呀 小弟來遲了 請皇兄恕罪 請問皇兄和堂仔打過多少場仗 已經打過兩場了 黃世聰就將連敗兩陣的經過 長長細細地說了一次 孟海公說 皇兄不必憂慮 明天讓小弟去做他們就是了 黃世聰見他這麼有把握 當然歡喜 接著就擺酒接風 這些不在話下 第二 黃世聰 窦建德 孟海公三位大王一起升仗 黃世聰說 今日哪位將軍願意去挑戰 說話一軟 只見孟海公背後閃出一圓女將說 大王 截身怨去 大家定下看 原來這個是孟海公的義夫人黑氏 黑夫人 黃世聰很高興 同意出戰 黑夫人 黑夫人手提兩把硬陵刀 上馬出營直到唐軍營宅前面挑戰 那麼守營軍事連王就去中軍保障品報 李世民就問徐茂公 軍師 有完女將來挑戰 派哪位出馬好呢 秦宗寶 羅成 屈池公 程咬金 一齊開聲說 等末將出馬 生禽女將 易如反將 李世民說 不用夭 還是請軍師委派 徐茂公也沒有開聲 程咬金就搶著說 主公 你不用請軍師派 你這個派那個了 等末將去就對了 徐茂公說 程咬金你去都可以 不過人家女將出戰 需要加倍小心 行了 不要緊的 程咬金就提府上馬來到鎮前 果然見你一員女將 大概有二十三四歲 身材渺條 頭戴亮銀規 身穿亮銀軟甲 皮膚中黑 瓜子口臉 上茅嬌超 程咬金根本不將他放在眼內 稀皮笑臉的大聲說 哇 哈哈 什麼這麼黑啊 你 不過黑得很漂亮 喂 你是不是來找老公的 不用找第二個了 就找我路請就救護了 黑夫人發火了 你這個醜鬼 由康華調言三與四 竟然氣弄老娘 因著我手上的寶刀 說話一軟 雙刀並起直取 程咬金 程咬金說 不用這麼狼狼的 打多久我都陪你打 用斧頭隔開雙刀 於是就展開一場大戰 打多三十幾個回合 黑夫人突然雙刀一收 回馬就走 程咬金說 喂喂喂喂 正說和你玩得這麼高興 這麼開心 為什麼這麼快走啊 別走 玩一會兒吧 拍馬就追上去 很快就追得很近了 黑夫人靜靜拿出個流星鎚 忽然間回身闊的鎚打過去 哎呀 程咬金連亡把我身體閃 隨便被鎚打中左手 哎呀 痛死我了 哈哈哈哈 回馬飛奔就趕回大營 見到李世文就說 哎呀呀 天睡啊 沒將回來交令 那個頗打很厲害的 被他一流星鎚打中右手 痛死我了 哎呦 哎呦 李世文說 勝敗乃是兵家上市 王兄請他後營休息 找軍衣條理 多謝主公 這個時候 軍事進來稟步說黑夫人又是來到營門挑戰 李世文說 李世文說 各位皇兄 那個女將又來挑戰 先頭情皇兄輸了一陣 現在誰會願意去刑敵呢 吳治公說 吳治公說 你一言计出 事马难追 李世文说 屈池王庆你不必多说 一切有小王作主 你去出战 不得令 屈池公精神斗手 拿起长矛 骑上乌吹马 非一样跑到阵前 一眼看到黑夫人 黑得很漂亮 心很中意就大声说 娘子啊 你是个女流之辈 学什么人轻兵打仗啊 不如归信我们唐家 和我结为夫妇 包你逢冠也有得带啊 如果不是啊 刀兵无情 有什么冬瓜豆腐就灰恨词咯 呸 你这个黑责 人人都说唐家都是英雄之将 严正之兵 谁知个个都是些 没见过老婆的琴修 哈哈哈哈 老婆呢 本来我是有过的 不过没有你黑得那么好样 不听你的衰事 看刀 黑夫人举起双刀直斩 屈慈公用长矛形箭 打了未到五个回合 黑夫人回马就走 屈慈公拍马追上去 黑夫人等屈慈公追到近了 一天又把刀户 刀适出的面裤和封 转对着屈慈公打过去 屈慈公手急眼快 用长矛一扫 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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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b potentially掉下去结票 terms KKK 一手把他拿着,按住马安,曹州兵见黑夫人被擒,呸呸,就转回头。 乌慈公带着黑夫人回到大营,放他落地,吩咐卫兵绑起他,自己进入中军保障教令。 李世文一见到他,就问,乌慈王兄,命令你去捉拿黑夫人捉不捉到? 已经捉到了,就在外面请主公定住。 好,乌慈王兄,你辛苦了,回到后营休息先,听候小王的指令,遵止。 乌慈公走了,李世文吩咐侍从后营,看程咬金包好相尾,包好请他来。 谁知侍从都没走,程咬金就来到,李世文问, 程王兄,你的受伤怎样? 多谢主公谁问,没事了,没事了,听说黑炭头捉到黑夫人,是吗? 李世文说,是啊,人来,带黑夫人,得令,很快就押了她进来。 程咬金看到黑夫人五花大绑笑了,哈哈哈哈哈哈,好了,捉到你了, 谁有此理,千头在阵上,你把我程老爷打了一流星锤,很厉害了, 现在扮了蟹了,你还有什么话说呢? 嘿,伏子手,拿刀来,将他一刀两断,契就主公,就等活进去监斩了。 徐茂公说,监斩就用不着你,现在有件大大的功劳等着你,咦? 什么大大的功劳这么乖乖?不是开玩笑的吗? 那,屈池公和组回来的这个女将黑夫人有恩怨之份, 现在,你去劝得黑夫人信从,这件大大的功劳就是你的了。 哦,做梅忍是一件美事啊,行,我去。老实说,这个黑夫人,如果递个去说,她是确实不肯的。 我路程一圈就必定信从,不过,哈哈哈哈,便便宜了她而已。 李世文说,程王兄既然肯做梅忍,那小王就做主婚,程王兄听令主公, 命令你送黑夫人去屈池王兄的形象,即日成亲,不得有恩,准啊,子。 那,程鸥地奉了子,吩咐家长将黑夫人送去屈池公处。 几个家长一声得令,和黑夫人就解了绑绳,跟着程鸥地一直走去屈池公的形象。 程鸥地叫大家在外面等着先,自己走进去,屈池公说,哎呀呀呀,程将军,今天什么功将你吹到来啊?请坐,请坐。 哈哈哈哈,黑炭头,你真是冷手撿个热战队,最肯定你幸运的。 主公叫我帮你做梅忍,将黑夫人送给你做老婆,高兴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高兴,高兴,成蒙主公好意,多谢将军你的盛情。 啊,不过,不知那女人的意思是怎样呢? 啊,不求程将军,你帮我,和他说一下。 哈哈,如果肯信从我,程将军你的大恩,我一生都会记住你的心,哈哈。 哈,黑炭头啊,你都算面皮后啊,这样的说话也说得出口的。 程将军 不要笑我了 你自己去扮为走直 我去 我去 说完屈志弓就走进后仗 程咬金跟着叫家长带黑夫人进来 家长一声得令就推黑夫人进去 程咬金说 黑夫人 坐吧 黑夫人不知道程咬金有什么用意 就尽管坐下 灯大一箱横眼望着程咬金 黑夫人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次的规矩 大饭粥回来的敌将 九成九是要杀口的 尤其是你 在阵上打了我一流星锤 痛得我死死下 今天逐到你来 本来我是想亲自动手 一刀就割了你的 不过算你够稳 我们军师有好生之德 主公就有怜爱之心 你说那个屈达公啊 离乡别井出来头军 又家变成了母家 是个独头光滚 故事将你赏赐给屈达公做老婆 叫我程老爷做媒人 主公亲自做主婚 那么就比我联施去 而且 Romans 你们两个ników 是一个乎厨厨厨厨的 是一对绝好夫妻 还不然又来渐可能去谢我的 совершенно 那些格门 程鸥那麽挨了什麽呢 被黑夫人刮了一巴 原来黑夫人越听心越怒 便站起来走过程鸥那麽身根 程鸥那麽还以为她真的想靠个头给自己多谢大梅 一直笑口时时等着受礼 谁知黑夫人实惊无神出力一巴掌过去 打到程鸥那麽就哑哑 哇你这麽大把星过来拿命啊你 你这个贼婆娘 不知好丑 你就算不肯都要好好地回复我的声音 那怎麽连我这个梅人都要带上来 丢了做新娘的架 我披 你这个丑鬼油嘴滑舌 你把老娘当做什麽人 我说了都是一家大王的外姬 今天被你们捉到 要打就打 要杀就杀 我说了这麽多无礼的说法做什麽呢 你如果还要多嘴 老娘就打你 喂喂喂 你别乱来 你要打就打你老公 我程老爷是不能打的 你说不能打 老娘偏要打 你这样啊 我打死你 拉开拳了就要打程鸥那麽 那些家长在旁边看着他一尾掩着他嘴笑 程鸥金没还手 猛地避 黑夫人打得多打 打不到程鸥金 一眼望见帐上挂着口补刀 噗噗声走过想去抢刀了 拿刀就不行了 程鸥金叫家长一起上前 捉住黑夫人 那条情绑回她 我只好在后面听见这边吵 就走出来问这事 程鸥金说 作反啊作反啊 天哪里有新娘打没人的道理啊 程鸥金 他既然不肯 就不要勉强了 不如送他出去先 也免得你这么怒气啊 各位 肉之后事如何 请下回分解 前文在族的书接上一回 话说程鸥金做梅人 想劝黑夫人就改嫁给屈子公 黑夫人就不肯 刮了程鸥金的巴 还想动手去抢刀 抢刀就不行了 程鸥金叫家长一起上前 捉住黑夫人 拿条绳来绑回她 屈池公在后面听见这边这么吵 就走出来问什么事 程鸥金说 作反啊作反啊 天下间哪里有新娘打没人的道理啊 程将军 他既然不肯 就不要勉强了 不如送他出去先 也免得你这么怒气啊 放屁你 我这个梅人就算是挨打都要做的了 难道我这个梅人挨打了 这门亲事就打散了 没有这样的事 那黑散后 你拿壶酒来 我就在这里喝 你呢就拉这女人进去后面 跟他成亲 就算是够生铁了 下了炉都打到他远了 何方你又是打哲佬出身的 这么都不懂 哈哈 程将军 不要笑我了 屈治公又吩咐手下 摆酒出来给程鸥金喝 自己是将黑夫人 带到后长 黑夫人说 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我奉得主公之命 军师之领 梅脚之言 要同你成亲 既然是这样 难道你们唐家的规矩 成亲是要绑住的吗 哦 哈哈哈哈 没错 没错 等我同你松绑 屈治公就连忙放开黑夫人 一送了绑黑夫人就说了 屈治公 你个黑贼 不要乱来啊 好好地送我出营 我就不怪你 如果不是 我宁可一刀两断而已 如果想动手打过 老娘是不怕人的 哈 你个黑女啊 真是不懂得很丑 我好心放了你 你一下就反面 我告诉你 你就算是山中的猛虎 我都要自动地服服接铁 何况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女人 我劝你乖乖地顺从我 如果不是 我动起手来 就没你便宜 黑贼 想打你 打就打 黑夫人先下手为强 左手一拳打过去 哈 被屈治公捉住 右手有一拳 又被屈治公捉住 黑夫人 你这么挣扎 哪里斗得我屈治公的神力啊 到了这样的田地 不圆都要圆了 黑夫人见到屈治公是个英雄好汉 那心呢 老实说也好仰慕的 于是半推半袖头 和屈治公成了分 成分之后 黑夫人说 将军 我们姐妹三个人 事后孟海公 那个大夫人 叫做马赛妃 能够发二十四把柳叶飞刀 十分厉害 上阵交锋 一百步之内 百发百众的 将军如果将来在阵上和他相逢 千万要小心之好 是啊 多谢夫人指教 不过那个人脾气急躁 和奴家不夹得连的 奴家是孟海公的第二夫人 还有一个三夫人 叫做白侍女 武艺是在奴家之上 平日我们两个是最好的了 还好过亲姐妹 她知道你俗了我 明天她必定会来挑战 将军你明天出兵 将她俗了来 和我一起试试将军你 这样就免得我们姐妹两个 一人一面牵牆挂肚 将军你说这好不好 好 好 好极了 啊 对了 那个程咬金 你才能得罪过他 你应该去和他赔回个礼 那日后都好见面 嗯 这么丑 怎么好意思去见他 不怕 他那份人 最喜欢人家奉承他的 那 我们两个一起去 敬他一杯 这样就可以了 去啦 嗯 你去呢 我不去 不怕的 一起去 去 那两个人捧着一壶酒 走出去 见到程咬金一个人坐在书 蹲低头在那里饮酒 屈池公用手肘 轻轻捧碰黑夫人 黑夫人就小小声 叫了一声 程将军 那个程咬金担高头 见屈池公拿着壶酒 黑夫人呢 用衣服就说掩住口笑 明了 知道实是来和自己陪你的 只要有点不好意思 就笑着和黑夫人说 哈哈哈哈 是不是呢 是不是呢 我一阵上就说了 你是来找老公的了 你又不认 还骂我是臭鬼 油腔滑掉 言三语四 我好心好意和你做媒人 你又兜口兜面子挂我 你对我骂就骂了 打又打了 现在来找我做什么呀 屈池公说 我们成了亲了 不准你说 要他亲口跟我说 屈池公 屈池公小小声和黑夫人说 娘子 你随便跟他说两句 说 说 黑夫人没法子了 掩住口忍着笑 她说 奴家先得罪了 程将军 现在知错了 不敢迷抗命令 已经跟 跟屈池将军 成了亲了 现在来跟程将军 你认错 陪礼 多谢大梅呀 讲完跪下 扣了四个头 程又敢连忙起身还礼 不敢当 不敢当 哈哈哈哈 扇头你又说不肯的 什么时候肯呀 哈哈哈哈 不用怕丑 不用怕丑 来 大家一起喝杯 那三个人坐下 一起开怀唱饮 一直喝到月上烧头 程又敢喝到大醉 才告辞翻扯 第二天早上 李世民声将 屈池公和黑夫人 来叩拜謝恩 徐茂公说 今天 还会有一员女将 就是白夫人 一定会来挑战 屈池公将她 续迈回来 便赶上给你 话口未完 军事进来报告 白夫人在营门外面挑战 程咬金说 妙啊妙啊 军事算得准了 哈哈哈哈 看头 你真是好桃花魂的了 有女将 吊阵魔 那你 生琴她 回来 主公又次你成亲 我又做多次梅人了 李世民说 屈池公听令 命令你出见 生琴女将 仍然请 晴王兄为梅 送给你成亲 八得有五 神尊阿子 屈池公好高兴 拿起长矛 骑上战马来到阵前 只见一圆女将 生得体态风雨 鹅蛋面 柳叶眉单缝眼 肌肤雪白 头戴乌金盔 身穿乌金远甲 手执红英枪 比黑夫人来 还要漂亮多几分 你一圆女将 就是白夫人了 因为她是见到 黑夫人被屈池公 生琴了去 隔了一天 还没见有首级号令 就是说未曾被杀 为什么呢 好思疑 也好不放心 故事是请求出节 来探听一下消息 现在见到屈池公出阵 就大喝一声 说 黑面贼 你是不是屈池公 既然知道我的威名 就应该快点下马投降 呸 你好好地送回我 姐姐黑夫人回来 就万事皆忧 如果你敢说半个不字 就要拿你条命 白夫人 你不用这么说 你姐姐黑夫人 已经嫁了给我 你不如嫁了给我 仍然跟黑夫人做姐妹 那不是好 黑面贼你不知丑 看枪 白夫人发火了 停枪刺过去 屈池公用长矛形箭 你来我往打了十几个回合 屈池公奋起神威 撥开红莹枪 伸出大手 将白夫人生琴过来 就回迎交令 李世文好欢喜 就刺别屈池公即日缘婚 程偶这样就照例做媒人 派几个家长 送白夫人去屈池公的形象 白夫人初时要生要死 都说不肯 后来被黑夫人劝得几劝 终归就答应了 跟屈池公成亲 那程偶今天又喝多一餐 借梅酒 喝到他烂醉如泥 这些就不说他了 话说孟海公 听闻这个消息 生气得不得了 孟地叫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大夫人马赛飞就说 大王不用那么生气 等妾身明天出阵 生琴屈池公回来 千刀万寡 和大王下火解恨就是了 如泥 你 你要小心才好 知道了 大王放心了 到了第二天 马赛飞 披挂齐整 提起秀链刀 肩膀上绑着 朱虹竹筒 竹筒里面放着 二十四把柳叶神刀 一马当先 直到唐军迎前挑战 李世文 李世文接到报告 又有缘女将来挑战 就说 奇怪 为什么他们的女将这么多 程晓 晓 主公 今天这个不如就赐了给门将 徐某公 你捉得到他回来 就请主公赐了给你 当真 当真 果然 果然 末将得令 程晓 很高兴 立即提府上马 直到阵前 只见一元女将 生得不高 不矮 不肥不瘦 有沉鱼落眼之容 闭月收花之茅 头戴白金盔 身穿白金软甲 比起黑白两位夫人 漂亮多成百倍 哇 程晓 眉开眼笑 大声地说 喂 娘子 你今年多少岁 我和你做夫妻 值不值 马赛飞一听这几句轻薄的说话 就问 你就是屈辞公 我 没错 没错 你想嫁他是不是 马赛飞无名火气 举起兽链刀斩过去 程晓今日没起酸花苦迎战 打了三个回合 马赛飞将肩头的竹筒拿下来 切开个盖 叫个声 敌将你看看我的宝贝 程晓这么看 只见一把柳叶神刀 阔声飞起 都没看得清楚 刀就插中肩头 哎呀 大叫声就跌了下马 马赛飞族主用省绑席就带了回去刑债 打了这么多场仗 长长都输 今天第一场打胜仗 而且还生琴敌仗 黄世聪 孟海公就欢喜到极 夸赞了马赛飞一番 就叫军事将屈池公推进来 进来 那个假屈池公 就是程晓这么直 嘟嘟 站硬在那儿 不肯跪 不肯拜 孟海公 拍桌骂他 屈池公 你此处日 抢三关 夜劫八债 以为英雄无敌 好家西 今天竟然会被孤家捉住吗 程晓这么闹回头 你们这大王 一个二个 都是瞎了眼的 黑炭头 抢了你的外记 无端端找我这个 卖柴 跑的来出气 善红讯走出来说 王爷 这个不是屈池公 他叫做程咬金 什么话 孟海公对马赛飞说 哎 夫人啊夫人 你连人都没分清 就随便逐我回来了 马赛飞说 既然不是屈池公了 就将他监禁起来先 等我再去逐屈池公来一起杀头 由道理 于是将程咬金押去后营监禁 马赛飞再次提刀上马去唐营挑战 话说秦皇李世文 听说程咬金被袁的心就很担忧 徐柴公说 主公不必忧心的 神料他不出三日 自不言就会回来的了 话又未了 外面报告说女将又来挑战 徐柴公对李世文说 这次出战非罗城不可了 没错 小王正是这么想 罗城听令 没将在 女将马赛飞有二十四把柳叶飞刀 非常之厉害 你和他交战的时候 一定不要让他双手得闲 他双手不得闲 神都就飞不起 你去逐他回来 不压令 罗城提枪上马来到阵前 那个马赛飞见到罗城生得年少英俊 一表人才的心想 啊 这么俊俏的狼军 如果和他住一晚真的好过做皇后啊 于是就问罗城说 将军 你几多岁啊 娶了老婆了 你问这些干什么 我看你年纪轻轻 不知道上阵交锋的凶险 怕一时失手伤了你的性命 那 你不如和我结拜做姐弟 一起相助孟海公 你自然会有很多好处的 呀呀 无耻任苦 你虽然样子美貌 不过我罗城不是好色之徒 看一枪 举枪就刺过去 马赛飞被罗城骂了几句 勾起上来不理那么多 举起兽联刀就斩 罗城枪快啊 三个回合就打到马赛飞手忙脚乱 罗城一枪挑开兽联刀 快马抢上一步 一手拿着马赛飞腰带 喝声波泥 将他整个戚棋掉了落地 几个唐军一涌而上 七手八脚就绑起他 打起德圣古回迎交令 徐某公吩咐将马赛飞监禁起来 那边曹州的兵士 飞跑回去报信 说马娘娘被罗城山琴了 孟海公一听 又惊又生气 死了死了 孤家献盡丑了 跟着对王世聪说 王兄 马赛飞是小弟最深爱 最重要的人 有什么法子救得他回来呢 王世聪想了一下就说 这样 程咬金现在在我们手上 不如就用他去换马娘娘 看来 唐仔会肯的 孟海公就问 有变为将军 愿意押程咬金去唐营 换马娘娘回来呢 善红讯说愿意去 领了宁箭去后营 见到程咬金 程咬金原来困在囚车里面 善红讯说 程然帝 我现在来放你回去 程咬金说 你这么好心 这么好心为什么刚刚中到我的时候 不放我走 等到现在才来放我 哈哈 确实有什么缘故的 你跟我说清楚先 行 我跟你说 家人马赛飞被罗承 捉了他 故事拿你去换他回来 怪不得了 二哥 不关你这样了 叫人拿着酒 拿着肉来请我吃餐饱的先 如果不是我不走的 那就容易了 善红讯立刻叫家长去拿了一程酒 两斤老牛肉 一直熟鸡来 放了程咬金出囚车 程咬金说 嘿嘿 二哥 喝两碗来 不了 你自便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程咬金拿着熟鸡 用手撕开两边 字字杂杂 三下五随意就吃了一边 捧起酒情咀咀咀咀 咀咀咀咀 喝了几大胆 就是这样 不到半个时辰 酒喝清 肉又吃完 摸一下肚 饱了 士隆信说 饱就行了 我送你回去 嘿嘿 二哥 老实说 人要面 树又要皮 如果你跟我回去 我就丢了大架了 让我自己回去 我担保还回马菜匪给你 如果你还信我 我发过 你听 过往臣子在上 我程咬金回了去 如果不放分马菜匪回来 天打雷劈 狗发瘟 得了得了 不用发誓了 你我是信得过的 走吧 真的就这样就放了 程咬金 扯 程咬金出了营门 一路走一路想 嗯 一定要如此如此 才能出得我心头之气 很快就回到唐营 李世文就很欢喜 问他怎么回来的 程咬金说 末将被马菜匪逐了去 善龙信就见到我 就用好酒好肉 请我吃了一大餐 就放我回来了 我就说 见你这么好心 等我回去 就放马菜匪来 还回给你们了 他听了就千多得万多得 嘿嘿主公 麻烦你看在活象的博面 放了那个马菜匪 还给他们了 那天如果主公还要这个人 活象不是再去捉他回来 马菜匪有二十四把飞刀 很厉害的 你们怎么去捉他 嘿嘿 好容易 等活象找一只黑狗来 杀了他 将一只黑狗去查污了他的飞刀 那你飞刀就飞不起了 有道理 有道理 那就情咬地走出中军保障 吩咐家长找一只黑狗 汤了 摘了一盘黑狗血 然后将马菜匪的二十四把飞刀 扔下狗血树浸过 骯髒骯髒地擠入竹筒里面 带回中军保障 品报李世文 说办妥了 李世文就吩咐押马菜匪来 程鸥今天对他说 你这份人 真是不惜台举 程大哥爷要收你做乙奶 你是推三推四 还插了我刀 今天你还有什么好说 落在我的手办心 不过 你想跟我 现在我都不要你了 你跟飞刀比回你 说给你听都不怕 是被黑狗血浸过的 现在放你走 撤 军事把马菜匪推出去 马菜匪一世人 是没被人这样租资过的 又生气又丑又激气 回到曹州军的刑寨 一见孟海公就豪涂大哭 王爷啊王爷 奴家被那个程鸥金 羞辱了一番 又把你宝贝弄坏了 真是气死泥啊 豈有此理 日后再组到那个 卖柴扒的程鸥金 就将他千刀万刮 来和爱妻你出气 不过 不过宝贝被他弄坏了 怎么算好呢 各位 马菜匪又想去 再练二十四把飞刀 回来报仇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拜拜 好